新建會部門計畫處官員今天表示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年底前將送立法院審議 若能順利在下個會期通過 預期明年6月渴望完成立法 前交通部長郭瑤琦 因涉及台北車站招標收賄案 遭判刑8年確定 24日郭瑤琦在律師陪同下 到高等法院申請再審 希望暫緩發監 郭瑤琦重申 沒有收賄2萬美金 南仁湖集團根本沒來投標 雙邊沒有對價關係 如果發監坐牢 他會以激烈的絕食行動表示抗議 台北市政府即日起 更擴大辦理各機關業務繳納規費 除了可以搭公車 坐捷運到商店小額付費 從12月24日開始 還可以在台北市政府各機關 用悠遊卡繳納戶籍騰本等150多項的規費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幫各縣市海岸遭污染情況進行評分 結果新竹與彰化海濱 同列最糟糕海岸第一名 然後依序是桃園、高雄與台中 其中部分廢棄物甚至有重金屬污染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又是高雄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